我希望可以借助HWC將精品咖啡更加的普及 導師一直跟我們說 你喝不喝到檸檬酸啊 我們兩個 你眼亡我眼 我們說檸檬酸是怎樣的 我們習慣做總結 我們習慣將所有東西 你學完之後 用很簡單化的一些語言 再說出來 這一方面可能是我們 因為我們在廣播界 所以我們有的優勢 HWC日日有公開 你好我是大寶 我是HWC的Marketing Consultant HWC真是一個在馬來西亞來說 很新的品牌 你可否跟大家介紹一下 HWC是一個精品咖啡 它是來自台灣 在台灣已經有差不多六年的時間 剛剛才著陸在馬來西亞 因為我相信大寶可能一開始的時候 都有參與所謂將這個品牌 帶來馬來西亞的過程 其實是否很難好挑戰 因為我們這個項目 基本上是在MCO期間 開始的 馬來西亞團隊和台灣團隊 是沒有見過真人的 我們所有的見面 都是在網上聚會 因為HESLA表示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 我們馬來西亞團隊和台灣團隊 基本上是以一個聯營的方式 來進行的 我們是雙方都有投資金 進入生意類的點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需要做一個聯營的話 一定要有很大的信任度才可以 其實你什麼時候才是真真正正認識咖啡 是加入了之後 還是之前你就開始有研究 我是加入了之後 因為我們公司有一個文化 就是公司上下所有員工都要上這個咖啡課 最基礎的課 在這個咖啡的世界裏面 其實有不同的系統 簡單來說 有一個系統叫做SCA 就是Specialty Coffee Association 它是國際認證的 是延續於美國 但是後來它就變成全世界所認證的一個咖啡系統 之後另外一個就是QGrader QGrader就是另外一個系統去認證一些頂級的咖啡市 或者是咖啡的杯漆圓 咖啡豆等級 是屬於這班人去做判斷的 所以也是兩套 最基本的就是SCA 所以我們公司的員工常常下下 在台灣的話 算上下下所有人起碼都要考這個基礎課 就是那個Foundation 之後你可以晉級 你可以有初級Barristar文騰 中級、高級 甚至乎你可以考到Barristar 總共SCA裡面 是有16個考試的 你自己過了幾個考試? 我考了三個而已 嘩!很厲害 因為你說的是MCO之後才可能開始 我們大概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去考三個試 嘩!你很厲害 好辛苦 我已經很久沒有讀書和沒有考試 你不知道我們 而且還是分為不是和Practical 我考的是Under Baristar系列 因為它還有手沖 還有簡豆 還有杯漆 很多不同的類型 所以你現在是不是那些 一喝一口咖啡 你可能已經分得出咖啡的層次 我們正在學習 導師一直跟我們說 你有沒有喝到檸檬酸啊 我們兩個 你眼望我眼 我們說 檸檬酸是怎樣的 然後它還有很多 真的只是酸 它就已經有 還有竹子的蒜 其實在這個過程之中 有沒有什麼東西 你覺得是你多了在廣播界 可能學到的 或者是很厲害的東西 是可以帶來這個領域當中的 可能就是我今天跟你形容所有咖啡 感覺和用詞 我們應該是會比一般的朋友 來得容易得多的 我們習慣做總結 我們習慣將所有東西 你學完之後 用很簡單化的一些語言 再說出來 那這一方面可能是我們 因為我們在廣播界 所以我們有的優勢 有些什麼未來的計劃想要做的 我希望就是可以借助 HWC 將精品咖啡更加普及化 你可以用商業的價錢 然後去享用精品咖啡 它不僅僅可以在一些 特色的咖啡裡面喝到 你可以在購物的時候 你也可以喝到精品咖啡 在這樣的情況 我們現在最大的希望就是 將它普及化 好了 那今天真的好多謝大寶 跟我們分享關於咖啡的知識 遲些我們真的要找大寶 聊聊更多他一起說的其他事情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謝謝